Hello 大家好 我是比塔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大港飲茶 聽說這間廣東菜飲茶的點心非常出名 做了很多年 我們上網看這間店好像是2012年開始做 現在口碑也做得不錯 我們很久都沒有吃過點心 有些觀眾就分享了 如果想吃點心或廣東菜的話 都可以來這間大港這間試試 它就位於Parenhine 我們不知道這間餐廳有甚麼特別訊號 我們都是上網看見 我們暫時點了一個叫做蜜汁叉燒醬 然後回家去燒賣這些標準要做好的 我們都會試 還有我們也點了一個叫做脆棋紅米下場 待會再看看 好 跟大家分享一個菜單 它又是一張點心紙的形式 裡面有些雲吞麵 雲吞麵 叉燒麵 一些蒸飯 鳳酒排骨飯 那些標準也會有 那些燒麵也有 另外有些點心類 有些兼密 特色一點點 有些設計也有 連用包 這些就是上網看 很推薦一定要試 接著 後面也有 也有標準的 鴨餃 燒麥 排骨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點的 小龍貓也有 因為它始終都 有些少少跟香港的不同 就是沒有那些雞炸 但是大部分 major 的點心 我們在這裡都是找到的 即是腸粉的都有 好 這個就是我們點的叉燒蔥 這裡的叉燒蔥很出名 看看阿平的餡 都很漂亮 還有暫時我看到的比例 不知道是否看到 皮膚都很薄 對 應該都很鬆軟 有皮膚很漂亮的朋友 好 試一試叉燒蔥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因為我們下單沒多久 它一分鐘都不用 就鬆了上來 那 看看它的味道能否保持 嗯 是好吃的 好鬆喔 這個變成是暖的 但不是去到辣口 即是不是很熱的 但暖的溫度是不太好 然後叉燒蔥 還要是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皮膚 它的狀況 那種狀況 那種感覺一樣 然後很鬆軟 味道很脆 但很鬆軟 那我覺得是 這個火鍋我好喜歡 一咬下去 有些叉燒 有些汁的醬汁 都撿出來 真棒喔 這個 上網看食物是很重要 做了高過的食物 這個叉燒蔥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不像 我以前有吃過一兩個 一兩種叉燒蔥 那種皮是厚到 一吃完進去 就吃口粉 整個皮 整個皮 反而不要吃了一層叉燒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 做得非常之沸騰 我們今天大概是兩點兩左右過來 如果想過來試的朋友 記得三點半之前要過來 因為如果不是 它就 最後餘了 下一個時段 就五點半就可以吃到 但我們兩點半過來 有些炒粉麵 就已經都賣了 都停了 所以現在我們叫 主要都是點心為主 但是不要緊 因為炒粉麵 我想很多地方都說到 但好吃的點心的話 也是我們這次過來的目的 是想吃點心的 所以是OK的 我們叫了這個 這個是流心奶黃包 然後叫了蝦餃 三隻 然後叫了炒蘿蔔糕 然後這個就是 上網看別人的食品 就說來到這間大港 其中一個必須要試的 它就叫做脆皮紅米蝦腸 待會都會試一試這個腸粉 好,這東西吃了 快點上來了 第一時間就一定是吃蝦餃 一定要試 這間鋪餐廳 好吃的茶樓 蝦餃真的很重要 是啊 嗯 這隻蝦餃很驚訝 為什麼呢 我原本是遠距離 這隻蝦餃 我就覺得它好像細細粒 我覺得裡面不太多餡 吃起來 它的蝦肉原來很豐富 很多 而且它是爽的 很淡的蝦 這東西很好吃 然後皮 像是香港吃法的茶樓 但是味道很薄 但是餡我會給它很高分 如果說蝦餃 它就不是合格那麼簡單 我覺得是比合格更高分 這個蝦餃 是可以的 然後試完蝦餃 我就對其他菜菜都沒有信心 因為要做得到好吃的蝦餃 都不容易 而且蝦餃的味道 就不像另外在茶樓吃到的 就比較濃濃的味道 它就是清淡豆腺 就比較適合我們的口味 我想它都很有信心 自己的蝦做得比較新鮮 即是做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蝦餃是那種鮮味 加上那種爽口 那種蝦肉 那種口感帶出來 我覺得蝦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老婆一邊吃 然後一邊經驗其他食 好像都很棒 我們再試一試 好 燒賣都送上來了 那一定要試 因為燒賣都一個很講究的點心 那我先試一試 好 試一下燒賣先 大大粒 行了 快點過來試 試完燒賣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好涼 好涼 然後呢 這個燒賣 首先它的做法 已經是覺得 合格的 OK 主要是說用料而已 那這個燒賣 就一粒燒賣 有兩粒大蝦 鹽 然後蝦 更是新鮮 爽口 彈牙 這個還好吃 我試一下這個Signature 因為我老婆說 我再不吃 她會吃光 有一點 太軟 內脆 這個脆不是一般脆 是真的 好像剛才炸出來的脆 我放了一陣 冷了 都還是脆 對 對 我想這間燒賣 做得好的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很多燒賣 是有蝦的 有蝦的甜心 我們都抹很高分 因為蝦用得好 就已經 真的好得 那這個呢 我也覺得必時 如果來這個大港 認住這個 認住它 一定要過來吃 我老婆說奶 抹得很好吃 試一試 我只想捏一捏 撕開它 我已經覺得軟軟軟 軟軟 跳的都還可以 這醬 哇 這個奶黃 是鹹蛋黃醬的 奶黃包 然後呢 我特地做到 實際舊 就想做到一包肉 不要太厚 然後裡面的醬 就方便你一咬出來 就包上去 很好吃 我不知道奶黃包 在大馬 大家是喜歡吃鹹蛋黃醬 還是再傳統一點 這一隻呢 就很適合我們口味 而且我們都很推薦 這隻 你不要看它 好像小小的 做到它 有一點精緻形狀 但裡面的醬 一點都不可以吃 真的 就不是我們吃淺黃色的奶黃醬 我們就是 浪心奶黃 但是 就是這樣 喜歡聽到大家 喜歡吃什麼好吃 有些呢 就可能喜歡吃 比較奶香 有些呢 喜歡比較 鹹香 我和我老婆 就很喜歡吃鹹香的味道 這個奶黃包的鹹香味 就真的很適合我們胃口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排骨很好吃 好吧 試試這個排骨 嗯 哇 好入味啊 難怪它最後才送上來 這類菜 就是audible 然後呢 這個時間怎麼做比較久 我不想形容 就是 糟糕是蒸排骨的味道 就是一個好入味的蒸排骨 味道某種形容就是我吃開從小到大蒸排骨很好吃的stand up 是這樣的 嘩,好棒,好棒,好棒 我不是這麼虧搵蘿蔔糕,但是習慣喝茶是會叫蘿蔔糕 所以我到現在才試,看看我會否吃四次 蘿蔔糕 這個真的超痛,但是之前的食材太好吃 我覺得這個蘿蔔糕正常 而且它的辣度也蠻辣 超出了我可以聽到我能力 所有食材都喊得很好 蘿蔔糕相對不太適合我們胃口 這一間必須Encore 真的必須Encore 所以這間呢,如果有其他朋友 我開來旅行、旅遊 或者住一段時間,因為很適合廣東點心的話 我們都很推薦這間 是可以的 很推薦過來試一試 而且如果有大馬的朋友 你們想覺得這間茶樓 是否夠不夠吃香港的味道 我們試完呢 都很有信心告訴大家 是很適合的 所以呢,都有時間去試一試 其實我們已經很快光盤了 吃光了 唯獨是蘿蔔糕 盡力吃完 你真的不是說不好吃 喜歡吃辣的朋友 我覺得你們都會覺得好吃 其實它的辣呢 是超乎了我和我老婆可以處理的水平 就變成我們 幫我這麼久都沒吃完 嘩,吃到流鼻水的辣 我相信 這個蘿蔔糕對我們來說是太辣 但是很多大馬的朋友 如果吃,你們是不會覺得辣的 而是覺得它是很香 我開胃的一個點心 那我們今天這一餐喝茶 非常之滿足 然後就吃了114.4 ringer 嘩,吃飽了,超級滿足 我們現在就去Loktan逛逛街 然後順便去Donkey逛逛逛 買點零食 多謝這位觀眾的介紹 這個喝茶的地方 一流啊,一流啊 好,吃了太好吃了 剛剛那間大港的餐廳 好吃到我們忍不住問問候候候選人 就是說,為什麼那些食物這麼好吃 然後他們的分享 就是說這裡的點心師傅 曾經去澳門那邊 學師,學藝 學了五、六年的時間過來的 所以,難怪那些味道 都挺authentic 是真的好吃 好吃 那我們現在就在Fahrenheit 走過去Loktan 這個區,這條街 永遠都是多人 水舌不通的形容 很熱鬧很熱鬧 好,我們去到Loktan了 嘩,Loktan也很多人了 今天搭Grab的時候 先有個Grab的師傅分享 說Loktan的歷史 是比Pavilion 是在中間 Renovey過的 但我就不知道 我都沒有fact-check到這個 對不對 但我相信 是吧 等一下我們會來這裡 掃貨 買一些comfort food的地方 Donkey 這裡有很多層 也有三、四層 應該是特別大間 這間Donkey 在Loktan 好,因為我們去到Donkey 一定會買東西 但我們不是經常來Loktan 所以我們走一會 然後走到這段 才進去Donkey 看看 待會再跟大家開箱 馬來西亞的Donkey 是怎樣的 原來這裡有個難台場 我也想打 打我 室內 我這個籃球場 是 免費預約的 然後去LvG 這裡 應該可以預約 或者上網應該可以預約 這樣也不錯 正 室內籃球場 好的地方 就是不用怕打風下雨 這裡的營業時間 是從12點到8點 最後的預約時間 是在6點 6點之前就有預約時間 然後12點到晚上8點 都是可以打球的 試試 很久沒有打過籃球 好 我們當做了運動 現在 拖車 我老婆每次來這個Donkey 都會在化妝品的session 徘徊很久 因為特別喜歡看 不過也是 你看這些包裝 都很漂亮 都難免 他們看完 都不想走 繼續在這裡走 我老婆在挑 化妝品 護膚品的時候 我自己就上網看 一些資料 原來這個Donkey 是在2021年3月份 進駐馬來西亞 第一間店 就是開在Lotten 在這裡 很好 噴一噴進去 就可以洗一洗暖壺 這裡的Donkey 太大了 我想我老婆沒有走 兩兩小時都抽不出來 這裡走Donkey 感覺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 被你找到在香港走Donkey 那種感覺 價錢就見仁見智 這裡 起碼叫做Dog option 我們想走很多日本產品的地方 就叫做Donkey 讓我們逛逛 是正的 裡面的產品 都是大同小異 亦都是 很多女士 如果想走過來看化妝品 都會走得很開心 好 現在走樓梯下去 我們剛剛那一層 就是一些日用品 或者化妝品的地方 現在下一層 應該是進軍買東西吃的地方 吃多啤梨 蔬菜 Donkey買菜會比較便宜 Laptis是12.9 這些算不算是美牛 96.9 熟食類 看一個格局 是 佈置得很密密麻麻 然後貨物真的很粒粒粒粒 然後你的感覺就好像 置身在一個迷宮裡面 但是你身邊360度 都是給不同的日式產品 圍繞著擁抱著 這樣 接著買這個 接著我們自己買的 沖沙大飲飲 的時候用的 我老婆說這茶的茶包超香 想不到馬來西亞的Donkey 都有這個 山河落 靈里化光的河落 好,我們打大哥 最後一層 這個是打大哥的地方 因為是零食 零食的地方 最多東西要買的 好,逛逛逛逛 原來買了很多東西 接著電話都開始沒電了 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待會買完東西 應該都一臭二能地回家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